好今天首先呢 我们来谈一谈 这个呢对于华为 现在呢他要做晶片 那么他设厂有台商在帮忙 这个是被彭博点出来的 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有讨论过 哪四家科技公司 当然他们也有分别回应 那么呢说 这个我们就昨天就在问嘛 台湾的官员要不要来对此讲讲话呢 那我们看到啦 国安局长蔡明燕今天就有在说 事实上这四家公司 是有经济部审查程序通过 才去投资的嘛 主要是要帮科技厂厂房新建 涉及到无城市机电工程等等 昨天我们还有谈到就是废水的处理 其实没有涉及到我们的 科技管制的项目 好所以呢这个是官员的回应 官员的说法 但是呢事实上 你看产业界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 其实呢产业界 知名半导体分析师 陆行之他有特别在关注的就是 美国媒体为什么这样做呢 是有一点扩大解读美国的技术管制 但由此看出华为认为下单给中芯代工还不够 要自己建厂才行 时间拉长到十年看的话呢 华为甚至可能比三星比苹果 更成为整合性的手机跟科技产品的制造商 所以呢这个产业分析师他认为 接下来华为要走的路 那么呢就是要成为一个有力的晶片制造商 以后是不是会给三星给苹果更大的压力呢 是好但是我们在座蔡委员怎么看 请教蔡委员 我觉得今天蔡明燕啊 国安局长的在立法院的打扶 还是有个样子 她说哦这四家厂商 没有涉及到我们的科技管制项目 一里都带过 相比之下经济部长王美华 看了都让人家摇头 她说啊哦这几家没有违法 那OK这大家都OK 后面讲一句 但是也要注意美国的管制 这个对中国大陆的制裁项目 你是谁的经济部长 你怎么会去关心 而且在立法院提说 美国的管制项目是什么 要大家注意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哪里的官员 此哪里的薪水啊 你在台湾在宣布什么 凤美什么承韵是吧 皇帝赵约啊 太可恶了嘛 昨天节目里面应该有谈到吧 我们想亚翔 说来听讲这装潢公司而已啊 他只是装潢的是无城市而已啊 他是装潢公司嘛 是 再来你说那个崇越 崇越什么啊 就是环保公司啊 倒垃圾倒汇水 这有什么好去批评啊 再来第三家汉航 汉航做什么啊 管线啊积电啊 然后那个 那个什么 另外一家那个叫做什么 细科红尘 那就在做 像消防馆 化学物的 传递用的啊 所以我都不晓得 我们台湾今年 外销不好 那外销这些科技厂商 在台湾也没有什么 特别多的生意做 那去大陆上征典生意 你帮你美国给我们生意嘛 对 对不对 你在嫉妒什么 我觉得彭博新闻社写这种文章 是非常的恶意 故意在挑事 非常可恶 彭博新闻社我再讲一次 你是非常卑鄙无耻可恶的媒体 怎么叫欺我们台湾的厂商呢 无聊嘛 至于这个 陆行之可能搞错了啦 他并不是 并不是华为对中芯 这个没有信心 才去搞第二家晶圆厂 他弄错了 第一个中芯 这个晶圆厂 也不是华为投资的 现在在深圳盖的这个 叫做彭新闻 也不是华为投资的 都不是 是谁投资的 习近平投资 为什么讲习近平投资 因为是深圳市政府的 投资公司投资的 不然你以为是谁投资的 他盖了一家新的晶圆厂 但是这家晶圆厂 跟台积电不一样 跟华为不一样 跟中芯不一样 中芯跟华为的 这种盖的晶圆厂 那个叫做细晶圆的 这个半导体 他专门是用细做的 那细做的 就是现在我们在做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麒麟9000S 那还有那个什么 马良 这个名字我不太喜欢 每次华为取这个名字 他们的GPU取做马良 他听说是电动玩具来的 我不晓得 但是现在在盖的 这一家新的叫彭新尾 是做化合物半导体的 化合物半导体 他只要做28奈米就够 为什么 因为化合物半导体 是做通讯要5C6C用的 因为我们台湾有一家叫什么 叫文茂 你查得知道 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化合物半导体 换句话说 半导体晶圆代工 因为材料的不同 分成两大系统 河水不外景水 台积电没有办法做化合物半导体 文茂没有办法做 细晶圆的这个半导体 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所以今天深圳市政府 花钱盖的这个东西 是要准备做未来通信晶片 因为化合物半导体的通信晶片的效率 比细的半导体的 细晶半导体多了好几倍 主要是差异是在这里 那这个盖的这个半导体 那这个未来啊 这个大陆上布局半导体的范围 不只是细间半导体 不只是这个化合物半导体 还多了啦 因为半导体种类 当然有些工厂规模比较小 知名度没那么高 我们台湾也有啊 这是做那种 比较特殊的一种半导体 所以大陆上一定会 会完整供应链生产线 这不是难的 你美国打压也没有用 老跟你讲也没有用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 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那不是说完 有额外的折扣 你不要再帮助睡觉